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常有说其实知识很多 然后普遍的学经历都变得很高了 大家都受过大学教育 或者是甚至有硕士学位 甚至有更多人有博士学位 可是我想我们今天先开始 先跟老和尚来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说好像资讯很多 知识很多 学历也普遍增加 好像并不见得一定跟所谓的智慧 是有关联的 所以我想先请老和尚来帮我们谈一谈 就是您心目中所谓的智慧 它应该是什么 那个智慧应该有包含什么样的内容 佛陀教育 他所追求的就是智慧 而智慧 佛说得很清楚 是一切众生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 他在华言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得相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振得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说明了 社方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 他们所有的 可以说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这智慧的内涵是什么 就是变法界虚空界 过去现在未来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没有一样 它不通达明了 与一切伐呢 没有任何障碍 像华言经上讲的 礼在礼上没障碍 寺上也没障碍 礼寺无碍 最后做到是寺寺无碍 这是智慧 智慧能够圆满解决 释出世间一切问题 而没有任何负责用 所以老和尚的意思就是说 智慧 用您刚刚最后的一句话 做个简单的 有力的一个注脚的话 智慧就是能够圆满地解决 我们所面对的很多的问题 而没有任何的障碍 好 如果这样的话 宪宏 我们其实好像 就可以开出好几条路了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会说 传统的IQ 就是你的智商高低 其实不足以决定 你在这个社会上 能不能成功 能不能解决 很多问题 所以后来加了一个EQ 就是情绪的伤数 情绪的指数 但后来有人还再加上一个SQ 就是所谓的Social Question 就是说社会的 你跟这个社会 人际往来的能力 如果照这样师傅来谈的话 我们大概就看出来 师傅用了一个 佛法里面非常精华的 一个精髓的一句话 就是圆满地解决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那这边就包括了 知识可以解决的问题 情绪可以解决的问题 以及我们跟人际往来 可以解决的问题 这一点上我想 我们就可以分门别类 来做个探讨了 对不对 在这点上面 谢宏有什么问题想要提 有问题大了 这个我们俗称 俗教 一般来讲 我们会讲说 聪明 反被聪明误物 读明显说人是聪明的 可是聪明没有智慧 一般人很难理解 既然聪明 怎么会没有智慧 可是真的是聪明没有智慧 那没有智慧就是 折罚问题 是说他选择了一条 把他自己的聪明 用在一个荒诞的路上 然后不自知 那当然修行者会劝大家说 你这个以生善要让他赶快断绝 然后以生恶要让他断绝 以生善要让他广为这个流传 可是未生恶要让他不生 那未生善要让他赶快增长 这个知义行乃 很难做 特别就是说 这些聪明缓背聪明误的人 其实很多 心中有恶念 其实那个恶念来自自私 那这个刚刚师父讲到的就是说 这个充满在整个他的宇宙之间 你所有东西都知道 所以表示什么 表示其实很多聪明人 知道这是坏的 是恶的 明知善不为 明知恶 却去做 所以这是不是就师父刚刚讲的 妄念跟执着会干扰到了我们对于聪明 对智慧的判断 所以师父在这点上能不能再进一步 帮我们来开始就是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聪明刚刚所提到的聪明反背 聪明误 有聪明但是没有智慧 一般人可能很难分别 对不对 聪明跟智慧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呢 师父可以再进一步 这段事情啊 这段事情啊 去学到 我们讲出去求学 大家更容易懂 十九岁出去求学 那么这个年轻人 聪明 好学 又说王子的身份 那么在当印度 在当时 他们的学术 可以说是 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没有人能跟他相比 就是我们东方 也比不上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东方呢 我们从皇帝 姚顺 文武周公到恐龙 可以说有很辉煌的成就 那比不上这个印度啊 就是我们还没有办法突破空间维持 这是现代科学家了 肯定 宇宙之间确实 有很多不同空间维持 从理论上讲 它没有数量 科学家 真正把它证实 至少有十一种 不同维持空间呢 真的是存在 如果空间维持 突破了 那我们的知识就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的眼睛 这个能见 受很大的限制 只能在 这个不同光波里面 见到有限的一个波段 比我们波段长的 我们见不到 比我们现在 能见的 波段短的 也见不到 可是我们现在可以用仪器 能够 见到X光 能够见到紫外线 你看自己 能见到紫外线 就没有夜晚了 你在夜晚什么都 他都能看得很清楚了 这就完全把世界改变了 那么印度 他们很厉害 他们修禅定 所以佛经上讲的四禅八地 不是释迦牟尼佛的 创造发明 不是的 而是 是古婆罗门教 他们所 创立的 所修学的 那么婆罗门教 在现在的社会 大众都承认 他比佛教要早八千年 承认他有 这个 八千五百年的历史 比佛教要早五千年 五千年 但是他们自己呢 我跟他们接触都 他们自己传说 总有一万多年 那就是要比佛教要早八千年 但是印度人不重视历史 没有文字记载 是靠传说 那么由此可知 在一万多年前 他们就非常重视禅定 所以 印度的宗教 普遍修定 不但宗教修定 也学习 所以印度这些 搞科学的 搞哲学的 也都修定 修禅定 在印度是普遍的一个风气 那么这个定 有前身不同 如果能够修到第八点 这最高的一个层次 他对于六道轮回 就清清楚楚 移民的 为什么 他能接触得到 他可以往上面 到飞翔飞飞翔天 下面他能够到阿比地狱 那么我们就想的 释迦牟尼佛 出来求学 肯定 四禅八点 他统统得到 但是这是一个好学的人 我们常想的 心同此心 这个人同此心 心同此意 我们在这个环境里 都一定会有问题 这六道从哪来的 为什么会有六道 六道之外 还有没有世界了 这我们能想到的问题 我们想到释迦牟尼佛 肯定也想到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呢 宗教不能答复 学术界也不能答复 这释迦牟尼佛 学了十二年 从这个十九岁出去求学 到三十岁 国墨孔父子也是 社武有志于学 三十二历 释迦牟尼佛呢 十九岁出去参学 也三十二历 那么学了十二年 这问题不能解决 所以他在菩提树下 实际是毕布罗树 因为他在那个树下觉悟的 所以以后这个树 就成为菩提树 在这个树下打坐 他把十二年所学的方向 若更深 这就是我们 佛门里面常说的 这个 大车大物 明星皆行 所以把它放下 以后 我们学了这么多年 想到了 如果所学的要不放下 就变成俗智障 就是知识 知识不能解决问题 知识叫俗智障 障碍你明星见星 所以他们的血气放下了 这才明星见星 这一见星呢 确定 明白了 那么在中国 唐朝六族惠能大使 给我们做了个表演 那也很有趣味 惠能大使不认识字 什么也没学过 实在讲呢 他在 接受 无足一波之情 他没有听过一天经 不认识字嘛 也没有读过经 到黄梅 虽然三 八个月 六族没有给他谈过话 只叫他到对房里面 就充迷破产 做义工 到传法的时候 没想到的时候 把一波传给他了 这是故事 记载在谈经里面 诸位都可以看到 这就说明 佛在华严经上讲的 智慧是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本有的 你本性里面的东西 为什么现在智慧没有了呢 不是没有了 智慧变直 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 所以智慧变成了烦恼 你看你们现在烦恼无边了 那都是智慧啊 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烦恼就是这个 能力是我们变成了业障 佛报呢 果报呢 就变成了六道三土 扭曲了 不是不存在 存在 所以佛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放下而已 所以释迦牟尼佛实现是 是以知识分子 这个方式来实现 知识分子所学的 统统放下 你就看 你要不放下 执着在知识里面 这就变成所知上 这个三系六出里面讲的 指向 那个指向是知识 这个是障碍见现 障碍智慧 所以你把你的智慧 变成烦恼 变成了知见 所以凡复的 素子的知见 他变现了 那么能大使给我们实现的是 不认识子 什么也没学过 他开悟之后 无论事出事件一切法 你向他请教 他给你讲的偷偷知道 讲的叫你开悟 这本是高啊 没学过 所以 这个无尽障 比丘尼向他请教 因为这个比丘尼 一生受持 涅槃金 涅槃金念得很熟 不知道什么意思 他念 念个会能大使听 会能大使听了之后 把意思讲解给他听 他也开悟了 他就问他 你不认识字 你怎么会讲 能大使说 这个事情 于 学 无学 这个设字 不认识字 没有关系 那问题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 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你自信里面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德能 圆满的向好 冲冲先去 这叫称呼 这叫称呼 所以智慧不是学得来的 学得来的是知识 不是智慧 放下 知识就变成智慧 所以如果照老和尚刚才的一段 非常精彩的一段诠释的话 我们也许可以说 一个人 那样的博士学位 可以把所有道理讲得非常清楚 这可能只是知识 但是一个没有念过什么书的人 他能够替人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 它是一种智慧 放下就是智慧 待会来我们继续谈谈 为什么那么多人不能够放下呢 刚刚在前一段里面 师傅其实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够聪明 知识程度也非常的好 但是如果你有妄想 你有分别 你有执着之心的话 事实上就很难有智慧 我这么进一步 想跟谢宏再来请教师傅 就是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 美国的金融风暴 席卷全球 可是非常讽刺 其实大家都知道 在美国的华尔街里头 那些做财务的规划的 做各种的 这种金融杠杆操纵的 都很聪明 他们其实几乎是 把网络的全世界各地的人 到美国的一流的名校 去拿到他的学位 拿到他的NBA 然后非常懂财务管理 就是有趣的是 一群有聪明的人 发展出这么多 这么多的金融的一些商品 就回过头来 反而造成了全世界的 一个金融风暴的大灾难 所以这真的就是 倩虹刚刚讲的 一群聪明的人 集合在一起 发明了一些制度 就回过头来 反而自库了 反而限制了 我们这个社会 聪明正反被聪明误了 就这些有知识的人 为什么会放不下 难道他们眼中 真的就是赚钱 钱财富 掩盖了他们的智慧心吗 对 你讲的很有道理 确确实实 是采你心窍 历令致婚 我们中国的成语 是有横身 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 智慧变成知识 所以才产生 这么多的灾难 摄迦牟尼佛 在当年在世 他给我们 做了最好的事情 你看看世间人所真的 王位 他是个王太子 他确确实实 是第一个 继承王位的人 他不干了 他过的是 荣华富贵的生活 也不要了 正是像华严经 贤手菩萨告诉我们 他学期五欲 这五欲是物质的享受 财色明实实的享受 他放弃了 他学期了 王位 他学期了富有 学期了自己的 我们世间人讲的是快乐 快乐的生活 他也学期掉了 也学期了 我们现在讲的 一切的荣耀 他都不要了 他开悟之后 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个我们要细心去观察 去体会 他过教学的生活 从三十岁开始教学 到七十九岁 过世 教了四十九年 那用我们现在人的 这个眼光来看他 他是什么身份 他是一个道道地地 多元文化 社会教育家 他不是宗教 他一生没有拜过神 他一生没有建过寺庙 他的生活 四十九年 都是树下一修 日中一时 过脱波的生活 这就是什么 在形象上 把所有一切都放下了 这种生活 我们一般人看到 很很苦啊 苦不堪言的 那释迦牟尼佛得大自在 每天你看到他 发喜充满 长生欢喜心 我们过去中国人 念书人呢 非常羡慕 孔子言辉 所以说孔言之乐 孔子跟言辉 虽然很贫穷啊 他还有个房子住啊 他每天还吃三餐呢 释迦牟尼佛过的生活 那比他更辛苦 连房屋都没有 这叫我们放下 放下什么呢 放下 妄想分别 知足 实际上 拥有跟放下了 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只要你心里都不执着 就行动 可 释迦牟尼佛做出榜样 来给我们看 你拥有这些东西 你就很难舍 有了还想读 所以这些东西 你说 你不 为什么不能放下 五余六成 物质生活 越有越想读 越多还想读 增长贪心啊 那么做起 这个各个阶层的领导人 他这个是 他重视权 重视名 重视地位 就容易增长 诚惠心 所以人也重增长 愚痴心 那么贪嗔吃 是严重的烦恼 贪嗔吃 从哪里来的 吃 就是妄想 你看 把智慧 变成愚痴 成慧 这是知足 严重的知足 果报 在三途 那这个贪爱呢 里面有分别 也有知足 所以他这些东西 增长贪嗔吃 也就是增长 妄想分别知足 把智慧 得难 向好 完全变成 烦恼 变成 造业 变成 苦暴 这就错了 所以佛 真正是慈悲到极处 不但是 在理论上 讲得这么清楚 在日常生活当中 他表演这个给我们看 我们学福 就要向他学习 就要向他看齐 我们才能够得到 祝福 如来 生活的乐趣 必孔言之乐 孔言之乐 由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一定要能学 学是真正的智慧 师父这样讲 我自己个人有个非常好奇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您提到孔言之乐 如果我们用孔子论语里面的一个例子 孔子说 富而好理 贫而无怨 富而好理是比较容易的 贫而无怨是比较难的 您特别提到说 对于像佛陀这样子的人来讲 他是富 但他舍 所以感觉起来是能富 有了富 但他能舍 这是一种智慧 可是反过来讲 我们也看到金融风暴的影响 根据一些统计 像包括台湾在内 很多职场的上班族 他们现在用台湾话来讲 就非常欲足 苦闷 那对他们来说 他不是富的问题 他是有一点接近平了 那照孔子的说法是 平而无怨难 所以师父来看的话 对于有钱人 他要懂得舍 舍才有智慧 可是对这些 在生活的 努力的 要去赚钱养家 都求之而不可得的 这些更多的民众来说 他们怎么样才能够不怨 怎么样才能够放掉 心中的这种欲足 这点是会有什么样的 智慧上的开示吗 对 这个 佛 既然是 正的圆满的智慧 那这些问题 都会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所以佛叫我们呢 一切放下了 你的自信就现成了 自信里头有圆满智慧 有圆满的德能 有圆满的佛报 你什么都学 可是 这是礼 死上 谁能放得下呢 放得下之后 真的 跟诸佛如来 就没有脸样 那放下是什么样子 我们要知道 慧能大使 在谭经里 给我们说出 开悟的样子 民心见心 民心什么样子 他说了五句话 这五句话呢 就是说明 民心见心的样子 他说出来了 所以五祖人和尚听了之后 给他印证 一点都不错 一波就传给他 他第一句话是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何其是没有想到 这没有坚信不知道 一坚信才知道 没有想到自信啊 本来清净 一丝毫缘无都没有 在迷的时候 缘不缘呢 迷的时候也不缘 那个缘是你自己 无知 自以为缘 实际上没有缘 第二句话是 何其自信 本不生灭 不生不灭了 就是佛法里面讲的 大半裂盘 那是自信本有的 没有生灭 如果你要是 真正 其入这个境界 你就不会有贪生怕死 不生不灭了 第三句话说的 何其自信 本自居足 这个本自居足 就是居足智慧 居足得能 居足才艺 居足向好 向好就是佛法 你一丝毫 欠缺都没有 而且在 德能里面讲的是 就讲到 神通变化 你的活动空间 是变发界需空间 时间空间 在这个境界里头 没有了 时间没有了 前后没有了 先后没有了 空间没有了 距离没有了 极乐世界在那里 就在先行 那个情形 就像我们现在 电视频道一样 美国在那里 我频道一打开 他就先行 就在我面前 不可思议的经济 第四句话说 何其自信 本无动摇 这个动摇是 你们有妄念 妄念是动摇 是波动的现象 他是不动的 如果不动 最后一句话说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能生万法 宇宙是自信 我也是自信 这个在华音界上 讲得很清楚 跟科学家 讲的不一样 科学家讲的 理念问题很多 都不能解决 佛讲的时候 一点问题都没有 宇宙怎么来 宇宙是个波动现象 现在科学家也发现 但是没有佛法 讲得那么清楚 所以 吴族听到这个 行了 下面经就不讲了 你已经明白了 明白什么 释迦牟尼佛 49年所讲的一些经 就全通达了 不但佛经通达了 四处世间 所有的学术 你全通达了 没有一样 你不知道 一步就别了 那么是 这是通达的人 没问题了 你什么都解决了 你的富有 不是整个地球给你了 鸡毛蒜皮一点点 那算什么 你所拥有的是 变法界数空间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但是在没有觉悟之前 我们是凡夫 凡夫 我们自信里面所有的东西 你迷失了 你把它变直了 你一样都得不到 那现在我们生活怎么办 觉悟自信 好像我们回到家里去了 我们家里是个大家族 是个最富有的家族 你样样不缺 那现在我们流浪在外面 跟家人脱接了 家里面所有东西 一样拿不到 那现在生活怎么办 不得已只好摆小摊子吧 摆小买卖子 来赚一点钱过日子吧 六道凡夫 就是这个状况了 那么这个地方就要有了 就要想的 财富 人之所爱 你命里头有没有 你命里有的 丢都丢都丢 你命里没有的 你想什么方法 你也找不来 这个道理 我们中国古代的很清楚 父子也讲得很明白 如果说是财富不是我 用方法能追求得到的 那我何必去求它呢 我不如自得其乐 这是正确的 那财富 每个人财富不一样 不一样是财富是果报 果必有因 因是前世中的 这佛话讲了 于知前世因 今生受这事 于知来世果 今生作这事 我这一生造作的 这造的因 来生果报 我这一生所受的 是过去生中的果报 你们看两监视讯 不就是一清二楚吧 没错 但是这个因呢 是自己造的 所以命运自己可以改变 你只要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我最初 学佛的时候 这张家大使教我 我因为我命里头 没有财富 命里面 也没有寿命 短命 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还只有一点小聪明 所以张家大使就教我 修音 努力修音 修财富是 因为财富是财富士的 不是想什么方法 可以赚得来的 财富士 我就跟他说了 我生活很困难 自己保自己都保不住了 我哪有财富士 张家大使问我 一毛钱有没有 我说一毛还可以 一块 一块勉强还可以 你就从一毛一块博士 那一毛一块怎么博士呢 那寺庙里面常常有放生 大家凑钱 我们捐个一毛两毛 在那个时候 有人去印金 我们捐个一块两块还行 就这样从这开始 真的越试越多 所以我这个财富 这一生当中所受用的 是这一生当中修订 来世 前世没有啊 是这一世修订啊 你看看 在那个时候 买一本书都非常困难 现在我们布施 送全世界的大赞经 差不多到一万套了 怎么能想得到啊 我们现在向商务印书馆 订了一百套四回评书 赠送这个这个 国内的各个大学 都想不到 真的越试越多 这个发布施呢 越试 聪明智慧就越增长 无微布施呢 是得健康承受 张家大师教我修这三种布施 我就是整干 我也没有求果报 果报自然下去 所以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 所以师父刚才 我想非常精彩的一段 也就是谈到了 因为我们是告诉大家说 在一个景气不好的时候 大家也许会对抱怨 可是这位师父 刚刚那句非常简单的话 你有一毛钱吗 你有一块钱吗 懂得布施 也许就是大财富 就是真正的人生的大财富 马上回来 我们来谈谈 另外一个智慧的迷藏 那就是感情的关卡 好像很多年轻朋友 都很难过 我们待会来请教师父 刚才我们听到 师父帮我们开示 到底什么是智慧 其实智慧就是要懂得舍 懂得放下 懂得你即使只有一分一毫 但是你懂得布施的话 这就是智慧 但是这里面 还有一个大问题 也是现代人 其实很难跨过的 就是感情这个关卡 我们其实也根据一些 新闻的画面 还有一些统计的资料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有很多人面对 感情的纠葛的时候 他如果不是自己想不开 选择一个自我了断 自杀来伤害自己 再不然就是用暴力 去伤害跟他分手的对方 甚至还可能造成 双方的同归于尽 所以在感情这个关卡上 要怎么样放得下 怎么样有智慧 师父也可以利用一点时间 帮我们解释一下 开始一下吗 这个地区是愚痴 这也是一种愚痴 佛在这个四义法里头 有一条告诉我们 在日常生活当中 无论是学佛 无论是出世待人节目 要以理智 不能以感情 所以他这句话说 一智不一识 识就是感情识 感情用识 会出很大的偏差 因为感情不能解决问题 你认为自杀能解决问题 自杀不能解决问题 佛在经上讲的太多 太多这个例子 自杀的人 他不知道六道状况 自杀的人死了之后 中阴身了 他不能去偷胎 他每七天要去自杀一次 你说多苦 但是这是要自找麻烦 这哪里是解决问题呢 如果你在伤害对方 那你们本来是相爱的 最后变成什么 变成冤亲债主 生生世世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这个灾难就惨了 这个都是 与此道极出 不了解四十真相 人跟人是缘分 真正 懂得道理 所以这一点 让我们想起来了 我们也 很难过 这是 中国自古以来 重视教育 中国人叫什么呢 中国人 这个教育是爱的教育 现在失掉了 我们从古籍里面 读到 在尧顺时代 国家才正式设立官员 主管教人 那时候叫司徒 我们在古籍里面看到 这个人名字叫齐 就一个字 齐是司徒 管教人 叫什么呢 叫论理 叫道德 就是 论理里头 有一句 父子有亲 这个就是 中国教学理论的原点 父子的亲 是天性 你看小孩生下来 父母对他的爱 你小孩 虽然他不会说话 你看他的眼神 你看他的动作 他对父母的这种爱 天然的 没人教他的 所以我们古圣先行 讲教育 教育第一个目标 就是这种亲爱 天性的亲爱 如何永恒保持 一生不会改变 这教育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呢 是这种亲爱 把他发扬广大 让他说 他能爱兄弟 爱家族 爱邻里相当 爱社会 爱国家 爱人类 第四规上说 凡是人皆需爱 所以中国传统的教育 是爱的教育 那孟子又提倡一个是 义 这个提倡的好 义是什么呢 这个爱落实在家庭 落实在社会 应当要以义做标准 义是什么呢 或情或离或法 义这寻礼 人这爱人 所以说儒家就用仁义两个字标榜 孔悦成仁 梦悦行义 所以这是这个仁义的教育 五千年来靠这个教育 我一细了社会的安全 得到了长治久安的效果 那么现在我们这仁义的教育没有了 亲爱的教育没有了 就是伦理没有了 我们讲道德 那中国你看讲得真好 八德两个说法 第一个是古的说法 孝提忠信 离义廉耻 后来有个说法 忠孝仁爱 心义和平 这两个说法 里面有四个字是重复的 重复的去掉 十二个字 孝提忠信 离义廉耻 仁爱和平 这是我们中国 这个教育 我们的起心 动念 言语造作 不违背这个规则 这是中国 那么这些问题 社会这些问题 全都解决了 所以中国传统的教育 可以救社会 可以救国家 可以救世界 谢宏 我们刚才一路听下来 作为一个 我想我们两位 一直在节目里面 直接受益于师父的一些开始 你怎么样子 用你的 作为一个现代的一个评论家 那角度来理解 师父刚才特别 他们感情这一段 财富这一段的智慧 其实 这个《红楼梦》里头 有一句话 很有意思 看似一个普通的表白 其实 它里头有很多警语 就是 机关算尽 太聪明 误了轻轻声音 那另外一句是讲到说 这个尴尬人 难免尴尬事 恶人自有恶人魔 这个 怎么会变尴尬人呢 聪明人怎么会变尴尬人 机关算尽 不能放下 不知足 不感恩 不善解 不包容 没希望 所以没希望 我们这样一路谈下来 今天这个智慧的讲堂 其实最重要的目的 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谈一谈 我们在我们现在世界里面 有很多很多 你认为可能是一个问题 钱太多 觉得不满足 没有钱充满了抱怨 感情上面的事情 有了爱情 你不知道要珍惜 少了爱情 你可能充满了怨恨 其实里面都跟人类的智慧 我们设身处地的智慧 是很有关系的 我们带回来再请师父 来就今天的智慧篇 给我们做一个小结论 刚才在中间空档休息的片段 我跟师父请教 我说放下的智慧 真的很难 师父点头说是 我就请教师父说 那同样是学佛 有很多人也许能够把佛学的道理 或者是佛的一些精髓 佛的历史呢 这个念到滚瓜烂熟 随时都可以引经据点的来谈 可是他也不一定真的能够从中间取得智慧吧 师父也点头说没错 我就做这个问题来 请师父来跟我们做个小结论 也就是说为什么即使是连学佛的人 有时候他也只是聪明 也只是有学问 但是还是说他没有办法有智慧 这个放下多难呢 这个问题 在当前是很严肃 也是很严重的问题 在全世界 在家的学佛 做不到十三页 出家的佛弟子 做不到沙弥略义 那这些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不符合佛法的一个标准 我在最初学佛 第一次认识张家大使 那是刚刚接触佛法 我向他老人家请教 我问的问题 我说方东美先生 把佛法介绍给我 我知道佛法是大学问 是值得一生去追求去学习的 有没有方法 让我很快的能够其如今进 张家大使听到我这个提问 他眼睛看着我 看了半个小时 说了一个字 有 我就等了半个小时 功功尽尽等等 他说个有 我的精神马上起来了 他又不说话了 这次差不多又停了 六七分钟 才给我讲六个字 看得破 放得下 我到十几年之后 我才真正恍然大悟 那当家大使已经远及了 远及了很多年了 他为什么不说呢 我们年轻人心浮气躁 他一定要等到你 那个情绪整个稳定下来 他才跟你讲 你看讲那个有 我们的精神一提起来 那个又心浮气 就又浮起来了 他又又不说了 还在等你 在讲下来之后 他才来跟你讲 很有道理啊 因为在心平气活 这个时候跟你讲 你能够完全吸收 如果不是这样 就不能吸收 那么我听了他点话 我说从哪里下手啊 他告诉我不是 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些道理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你失财得财富 失法得聪明智慧 失无微 什么无微呢 叫别人离开一切恐怖 这叫失无微 失无微得健康长寿 有因比有果 你能够真正一教风险 不能离开经典 你天天读经 你会看智慧 天天读经 你会把很多 这个世间事情 你都能摆平 这叫真实智慧 从这个地方下出 师父刚刚这样一提到 这个看得破 放得下 我想刚才跟张家大师 这一段对话 其实是一个非常 充满了一个 产意 或者是智慧的一个画面 就是一个年轻的 一个弟子 站在一个大师的面前 然后请求给一个 开智慧的建议 结果等了半小时 等到一个字 然后再等了六七分钟 等到看得破 放得下 我也非常希望 我们今天用一小时的时间 来跟师父来请教 也非常希望 所有的朋友 在观看 聆听师父的 这个开示的同时 我们也能够看得破 放得下 虽然这我们都知道 师父也刚刚讲 在张家大师的面前 你听到这句话之后 也要等到十多年以后 你才真正领悟到 这一段话 信心契合 对 真的要信心契合 所以我们当然 我们不晓得 师父怎么期望 大家在看这一段 访谈的时候 要等多久 是不是要等十多年 要保持心平契合 心平契合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相信我跟宪宏两个 是最直接感受到 在现场的心平契合 来聆听师父的教诲 非常谢谢师父 谢谢宪宏 谢谢各位朋友收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